数位樱花技术成为目前纺织业追求的生产模式 不过这块人才缺口却高达数百位以上 劳动部业界与校方决定携手合作 开办人才培训据点 为台湾的纺织产业注入新能量 加莫跌迅速喷洒在材料上 这就是数位樱花技术 已经成为纺织业追求的生产方式 不过大量的人才缺口成为目前一大问题 劳动部业界与校方决定携手合作 开办科技纺织产业技术人才培训据点 为台湾传统产业注入新能量 台湾科技纺织这个产业 在世界上一直以来非常有竞争力 但是要怎么样维持这个竞争的优势 人才的培训就非常重要 希望透过跟台北科技大学的合作 能够来培训以及培养 我们的纺织科技的人才 比起传统完版樱花 数位樱花技术的优势包括打样块 颜色变化多 生产食用水量少 污染性低等特性 国际品牌快食尚设计中心 就是以数位樱花技术作为核心 台湾纺织业要想在国际上站稳脚跟 数位与纺织的结合成关键 今天假如没有数位化 今天要走到国外去 走到哪里去都是没有路 台湾过去的历史 告诉我们台湾的纺织业本身就很厉害 就很强 只是差他们有科技化 为了维持台湾在纺织产业的竞争力 劳动部与北科大预计培育超过300位以上的 科技仿制产业相关人才 新台人的电视卢音厂赵婷玉台湾台北报导